大家好 欢迎收看失落的土地争议特别报导 我是黄志豪 当环境保护遇上了经济发展 谁先谁后 当眼前的生计遇上了明天的生命 谁心谁重 这始终是难以找到绝对正确答案的问题 30多年前在台南安南区的一个小镇 发生台湾史上最大宗的戴奥兴污染案 事件中心就在中石化的安顺厂 2004年 学术界为厂区附近的居民进行血液检测 发现当地300多位居民的血液当中的戴奥兴浓度 不仅超标 其中一例还高达951匹克 远超过全台湾平均值的19.7匹克 在全台湾舆论为之化然的氛围下 当地居民诉请国赔 要求赔偿金额高达台币3亿4千多万元 这起国赔案历经长达10年的诉讼 原本一审判决 中石化公司和指导监督的经济部 要负起连带赔偿责任 两方共同赔偿1.6亿元 到了二审判决却彻底翻盘 原本一审判决1.6亿的赔偿金额 提高到1.9亿元 而且全部改由中石化自行承担 一度要共同赔偿的经济部 则完全免赔 这样的判决再度激起又一波的争议 到现在还难有共识 究竟是谁该为这一起国赔事件负责 而依法设厂依常规生产的事业单位 该不该背负原罪 在二审或判免于负责的上级单位经济部 是否就能与原雄脱钩 透过以下的纪录片 来看失落的土地争议特别报道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判决 政治化是有九岁 经济部也没有人是天意不容 塞里边的你要扶植 我也要要求我们的政府 公开向我们就欠 如果你是在经济部也要扶植 你扶当久要怎么处理一顶岛的事 我大概是八十九天 那有一天早上五点多 然后到台检安顺场旁边的小镜上 就在那边拍昆虫 那这样子一路拍一路拍 就这样子一路拍进去 然后等到我要哲未来要出来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说 右边有一块大概四公顷的草地 那我觉得那一块四公顷 我觉得那个很奇怪 一个荒废二十年的土地 至少它应该变成一个小森林 那为什么这样单一的植被呢 那表示说它有不可告人的故事 那我又往下看了之后 看到那个泥土都是成灰白色的 那这个直觉告诉我说 这里的土地不寻常 那你再观察周围的环境 周围的环境其实旁边都是余温 那怎么会有这一块被添屏 那刚好有时候黄老师那时候联络我们 他要找我们 他那时候他是认为拱 因为拱他是看到政府做的 那时候国内都还没有人在做代曜新 但是我们学化学的 我们很清楚 有做滤芬一定就会有代曜新 就是说我们觉得那边会有 那我们就去把它证实 那我们在经过调查之后 檢测了八十几位的这个 附近居民血液中的代曜新 发掘有四位的居民 他血液中的代曜新的浓度 非常的高 那远远超出我们过去所看到的 这个数据 这个问题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 从四公顷的单一植被区 再到整条以前的那个二等九号道路 然后再到对面的2.7公顷的草丛区 然后到后来竹花港溪也受到污染 然后到整个周边27公顷的余温 那个汇污泥水 然后可能就在埋在他的自己的 长期的低洼地区 还有就把这些污泥水灌到那个草丛区 还有那个单一植被区 其实这两个区域基本上就好像 他的污泥塞干尺一样 那我们从他的以前的那个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五律分纳工厂占三分之二 简律工厂大概只占三分之一 才会导致说 后面我们发现说 那个大洋新含量非常高 甚至在他的排水溝里面 还测到了大洋新只是六千四百一十万匹克 这是目前的世界纪录 我们整年有一个相关的 戴俄仙八九八 它是说世界相关的就对了 还有还有一个四百个月 像的都全百万两百万 六十五以上 总共四百个月 我们这三年四百个月 但是如果照政府固定 说三十人以上最高 就是要整成的 我的戴俄仙八十个月 他是一百十个月 吃药也不少 要怎么就cell上去 十八个月有时做年十四天 大声市在那份 替工厂收入部分 有段时间 过的高减工厂 在这里还不算是十多年 那份公司是陈冗有合作 說起來是中油一部分 代價一部分 原因他要關閉就是那時候經濟部長 當經濟部長發展到 知道說這種污染很重 他比較關閉 關閉他那時候的考核是說 這間公司人工應接受了情 要關閉他 他沒有選擇說是污染重 要關閉他 他知道像做的污染粉的人 都要用料 那就是皮膚都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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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賺錢 大家有時候賺就好了 也不懂得說得很嚴重 他那時候都噴了那塊冬的油在吃 讓那些完工吃 在過冬的 當那時候的人 老百姓的更慌慌 也說他就油給我們吃就好了 沒關係 十幾年 我十三年 我就在那時候 在那時候做的經濟工 因為六十幾年 我就在那時候做正式的工作 他知道他五露粉有毒 所以要順暢 一罐五年給我們吃 說吃五年會改毒 他不知道他那個貨會很大 會把我們粉絲人的青春的身體 都溶毀在那裡 還有一百四十幾年 就有糖尿病 有洗心 有那個 冬年華 心裡不整 有隔壁 有隔壁 齁 算來六七人 坦白說 也不是只有我們這裡的人在受害 這部分我們這裡有去在那裡 在捏魚仔 蝦仔的蝦面 你現在起來 大部分大隻 是拿去賣 洗吃到改吃 好像用 有色的眼光在跟我們看 這些人去外面做生理 無論賣農產品 還是賣魚產品 不敢說他是馬祖經人 不敢說他是六年利 不敢說他是四車人 因為 說到外面我怕是不敢賣 甚至 這些年輕人如果沒有搬去外面 第一沒有娼婦 第二沒有娼婦 所以 政府一點點 沒有 在地這裡是外面的人 絕對沒有過分 我們森林的人 對 整齣這個牌相 整齣十幾年 人已經死五十幾個了 我也很辛苦 改成五歲 我們太子五歲 現在 我跟他以前說 萬華球 包括我阿哥 阿哥的小孩 大家 說我的意思 就是萬華球 我太太 他說 花球 他就要開 大不來 沒辦法 沒辦法 還沒辦法 現在 現在 初來 鐵花鹽 大小孩 你知道嗎 幾歲 還要什麼不足 因為 他鹽出來 報告出來 好 這麼長 他就不知道 這招心是怎麼 像 洪水門搜 他不怕死 還要 這說 白痴不出 這要怎麼 聽說 因為有比較多的媒體 來報導 然後他們慢慢的驚覺到說 他們很多的病痛 其實是來自這個 已經官場 將近二十幾年的 這個 台檢安順暖所造成的 所以這個對 當地軍民來講 是真的非常不公平 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訪問到那個 陳男女士的時候 他總共開過七次刀 單眼失明 臉腫起來 肚子腫起來 然後一隻腳截肢 他其實是 嫁一個媳婦 後來去台檢安順廠 工作 然後也在武力奮鬧工廠工作過 那 那 你從他的 他的身上 你可以看到 你也覺得說 怎麼有這麼可憐的人 我記得我第一次訪問到他 我要回去的時候 騎著摩托車是 眼淚就這樣飄出來 一直回到家裡 我那種心情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激動 因為大家是累積性的 當他到一個高榮度 糖尿病可能就會出現 心血管的疾病可能就會出現 腎臟的危害 尿酸 他會隨著時間 往前走 他們的健康危害可能會 一點一點的出現 我想我的心血是很沈重的 我在那邊做田野調查 從89年 一直在那邊調查了五六年 那 大概到93年年底的時候 居民才開始願意把他們的傷痛 告訴你 當地居民真的很純樸 他們都認為 我在到生的拍咪 他們都說拍咪 我生的拍咪是 我這四人 還是頂四人做什麼拍事情 所以我跟 我在到一種 我生的拍咪 所以我 我可能感情騷擾 回顧中石化台南安順廠的建廠歷史 它的前身是台檢安順廠 1960年代順應國內外產業供需 它曾是東亞地區規模最大的五六分製造廠 直到1982年官場 在這22年期間 廠方並沒有對外說明 代澳新污染的相關訊息 直到中石化配合經濟部政策 緊急與台檢公司合併之後 代澳新污染案才爆發開來 本來是歷史共業的問題 讓後來奉上級之命 接手生產的中石化 就此捲入風暴核心 成為居民索賠對象 當時負責管理的政府單位 卻成了置身世外的一方 這起國配案的天平 該往哪一端傾斜 所謂的正義又該向誰追討 當時經濟部並沒有很明確地告訴中石化 這塊土地到底有沒有受污染 所以在89年土務法一公佈以後 代澳新的標準又出來了 中石化就必須去承受 因為我們寄受這塊土地 以法來看的話 就必須蓋掛承受這塊土地的 所有的一個行為 所以中石化本身 絕對不是污染行為 那其實我們會看到說 他們裡面的機密文件裡面提到說 第一個要清除海水蓄水池 跟入爾門溪的定義 第二個要加圍籬 第三個要勸導居民不要來這邊捕魚 可是71年3月份的時候 趙雲東緊急宣布官場以後 他們所有的本來在商討的 包括已經估價出來了 全部都沒做 92年的時候 8月20號的時候 才政府部門 中央部會跟台南市政府 才真正的到當地去開說明會 跟居民說你們的水裡土裡魚體都有毒 所以簡單的講 我們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就是隱瞞當地居民22年 我自己就是參與NGO這麼多年 很多時候我們做的 是說我們沒有法規 但是國際間有法規 國際間有報到 我們覺得台灣再跟著西方國家 再往前進步 法規還沒有定起來 但是你的製程 還是人家以前的製程 有些時候人家說 我們在做都是在做未知的毒 那這個就是說 有些政府官員就不太喜歡 我們當時法規都還沒有針對戴奧心 兼顧工業跟兼顧環境 那就看政府機關他們怎麼去 去拿捏好了 但是當時是真的針對戴奧心 是沒有任何的這些法規 所以政府機關可能我就說 他認為沒有法規 那他是不是 他就不會很積極的去處理這件事 中石化安順廠算是全世界唯一一個例子 它混合了兩種高爐性的化學物質 那而且這兩種高爐性的化學物質 它的特性完全不一樣 拱在400度C就會繪花 大耀性要1350度C才會分解 所以你要用一個可以適合同時 處理這兩種化學物質的整治的方法 其實是非常的困難 我們大概整治了快8年了 那前面大概都只是挖土 只是土壤的面積整治 但不到要處理乾淨 所以挖出來的東西都放在 我們後面的暫存區放著 發展了在這邊發展的兩種技術 現在是成功的 一個叫做濕處理 一個叫熱處理 現在大概處理到13萬噸 這種土壤它有一種理論 就是說當顆粒越大的 污染濃度越低 顆粒越小 污染濃度越高 我們表現出來的東西 是漸進式的 那有木可以堵 既然這些環保專家 環保局都沒意見 居民的意見當然我們會聽 這樣我們能做到都盡量去配合 其實我們就一面做 就讓你都可以看 我們是台灣第一個 我可以環保車就開在旁邊 我在操作讓你看 我讓你看就代表我有把握 你可以挑任何毛病 所以對我來講 這些居民跟環保局監督的 都是我的幫手 提醒我 我要改善 所以我們很多人在監督 認知課 認知課 平均共同 MING PAO TORONTO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明明了 現在坐日起出來 光景又改變了 改委員金 因為補償款就是 政策要配送 現在改委員金就 政策不僅了 所以政府沒人回來 應該配送你就是要配送 你是有傷害的 我覺得傷害罪絕不可繼承 那進一步又是 土地關係人 又是管理單位 又是督導單位 怎麼會在整個訴訟過程中 他變成無罪呢 如果這種判決到最後三審定念 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我們國家的司法機構 應該關切 所以忠實化本身 絕對不是無難行為 基民是傷害最深 忠實化本身也蒙了 這個所謂的無望之災 也真的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讓法官去論斷 確實 經濟部 如果要講 經濟部確實是實作用者 我想是基於兩個原因 一個是經濟部 確實總共拿了17億出來做照顧 一直到現在 第二個是 在民營化過程 轉移的過程裡面 實際上已經把權力移物都轉移給 中石化公司 既然權力移物都已經轉移 污染的責任也就一併轉移了 我在看二審判決的時候 覺得有一點是說 法官先有預設一個結論 再來幫他找理由 所以他一直在強調說 經濟部只是個行政機關 並沒有法人格 所以台前公司的行為 不等於經濟部的行為 可是判決他其實忽略的是說 當時整個居民們 他們對於中石化還有經濟部 他們其實是包含到 經濟部的一個代為責任 所謂代為責任是在說 他其實有應該監督的責任 應該監督的義務 可是他並沒有善進 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判決 其實有刻意要忽略掉 經濟部他應該要負的責任 這其實是判決 我覺得很大的一個問題 這一部分我認為也是我們 國內環境法規 跟當時的規範不足的問題 可是這個不足的問題 並不能作為他卸責的理由 所以這也是我認為 判決在看這個問題的時候 可能看得太單薄 他並沒有去全盤去思考 當下的背景 包含到經濟部 在整個案件中的角色是什麼 而且二省的判決 跟監察院的糾正罕 是完全背離的 那這個人民會懷疑 我們要相信監察院 還是要相信司法院 這是國家司法上的危機 以前人說什麼王法 王法就是司法就是為 做王的 看怎麼做 怎麼去企業 這是沒辦法的 所以我們台灣人 對這個司法的判決 很不信用 你這樣 你這樣 這幾十年 生涯的這些人人民 這樣交談 你這個背的稍微 你這個背的 比較好 剛好 剛好刷 現在刷完的中間 到這個背的中間 這些錢 他是要刷到中銷了 中銷了 中銷了 有啊 經濟部其實它是負累的 其實應該很 如果去追根 就以這個歷史來看 從民國72年的4月之前 這個公司還是在經濟部之下 所有的污染的造成 都是這個時候造成的 而不是中銷了公司 來接收以後造成 我一直一直在講 司法不能背離真相 司法因真相而偉大 如果沒有真相 這個司法就沒有存在的價值 我們都尊重法院的判決 我們8、11號 那天判決 我們在 我們那個 有他們那個 大概也是可以 聯合新華 就是還有採訪我們的法案 那我們法案的這些意見 大概就是我們 那個 經濟部的意見 有盡情 讓我們去看 我們可以看看 是mons了 和收到的 あり慮 程上 的 如果 這裡 有 我們的 人 真 有 2011年的国赔诉讼 包括环境保护 繁荣经济 国家政策 配合生产等等 都是几番缠斗 激荡争辩的关键词 过程中有许多专家学者 试图揭露各种真相 但事件引发的争议 始终没有贫富 问题癥结在于 当环保抗污和经济发展 两项拉扯 产业开发必然遭遇 着视金飞的现实底下 谁该为居民权益负责 而司法判决企业单方 盖夸承受 负起权责 是否就落实了 全民关注的社会正义 这是我们要理性面对 深度思考的问题 感谢各位收看 失落的土地正义特别报道 我是黄志豪 我们再会